强迫症原因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陈云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强迫症我们以前属于神经症的范畴 我们以前认为神经症很大程度上 跟这个人的个人个性成长经历 与他所在的环境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联系 当然我们现在也认为 那么这些也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 那么他们也都有物质基础 跟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地址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治疗强迫症所使用的一些药物 也是通过对神经地址的调节 而达到缓解强迫症的一个目的 对神经地址的调节